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 十年前,爸妈带着我外出摆摊儿的时候, 我被人贩子掳走。 辗转几个城市后,我侥幸地获得自由。 想回家,可我那时只有六岁, 记不得家里的具体地址。 我只能报警,让警方帮忙寻找。 这一找,就是十年。 在我以为再也找不到的时候, 警方联系我,说找到了。 我打车来到警方给的地址。 站在熟悉的家门口, 我的心里格外紧张。 深吸了一口气,我准备敲门。 房门在此时从里面被打开。 你是妇女的眼神疑惑且陌生。 她的脸上有了皱纹, 头上也有了银丝。 可一眼,我就认出了她的身份。 日夜思念,已经模糊的脸重新变得清晰。 我哽咽着出声。 妈,我妈一正。 她紧紧地盯着我的脸。 浑浊的眼中逐渐地有了泪水。 是南南吗? 嗯,我狠狠地点头。 妈,我好想你啊。 得到我肯定的答复。 她一把抱住我,哭出声。 呜呜呜。 南南,你没死,你还活着, 她的怀抱还是那么温暖。 我哭得不能自已。 怎么了这是? 我爸拉着拖拉板走出来。 我妈抽掖着跟她说, 南南南南回来了, 她的手一抖, 只肩佳地烟掉在地上。 真的是南南, 见我点头, 她也红了眼眶。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爸,妈, 你们在干什么? 清脆的少女声在此时传来。 我妈的哭声一顿, 我也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跟我差不多大的女生穿着睡衣, 睡眼惺忪。 像是被吵醒了, 她满脸不耐。 抹了抹眼泪, 我妈对着少女介绍道, 圆圆, 这是你姐姐, 又对我介绍道, 这是你妹妹陈圆圆, 我哪来的姐姐, 陈圆圆顿时垮了脸, 她的单眼皮垂下, 露出几分刻薄。 我也有些纳闷, 爸妈给我生的妹妹都长这么大了。 就是就是在你之前, 爸妈弄丢的那个, 这个答案让陈圆圆看我的眼中多了浓烈的敌意。 她死死地瞪着我, 你们是因为弄丢了她才领养我的, 所以现在她回来了, 是不是就要赶我走了? 不会的, 圆圆, 你跟男男都是我们的女儿, 我才不信, 陈圆圆红了眼, 她是你们亲生的, 我不是, 你们肯定会更心疼她, 早知道, 有今天, 你们干嘛要领养我, 陈圆圆崩溃地大哭。 我妈心疼地给她擦眼泪, 木讷的我爸也看着陈圆圆满脸心疼, 记忆中, 小时候每次我闹脾气, 爸妈都是这样哄我的, 可现在, 他们围着另一个孩子转, 我成了局外人, 陈圆圆哭了很久, 直到一个小时候, 她蒙在被窝里睡着, 爸妈才注意到还站在门口的我, 南南, 圆圆她被我们惯坏了, 你别生她气, 好不好, 好, 我点头, 内心却蔓延开苦涩, 歉意的话充满对陈圆圆的维护, 而我, 快进来, 我跟着爸妈走进去, 家里的布置跟以前不一样了, 换了新家具, 我在沙发上坐下, 爸妈给我倒了水, 然后相顾无言, 初见时的欣喜过去, 隔在我们之间的是长达十年的陌生, 我爸尴尬地挠了挠头, 打开了电视, 晚上, 爸妈做了一大桌子菜, 然后去喊陈圆圆起床吃饭, 这个家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你们要是把她留下, 我就饿死陈圆圆的声音尖利, 爸妈顿时心疼得不行, 用碗盛了一碗饭, 又加了满满的菜, 爸妈端着碗进了陈圆圆的房间, 圆圆乖, 吃一口好不好, 饿坏了身子爸妈, 可是会心疼的, 是啊圆圆, 爸妈有多疼你, 你不清楚吗, 爸妈可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养的, 我还听到了他们刻意地压低声音的话, 放心, 就算是她回来了, 你也是独一无二的, 满桌的饭菜忽然没了香气, 我放下筷子, 有风从窗外吹进来, 我搓了搓胳膊, 有点冷, 也有点委屈, 以前只疼爱我的爸妈, 现在好像不疼我了, 等到饭菜都凉了, 爸妈总算把陈圆圆哄开心了, 他们拿着空碗走出来, 看到我, 两人都是一正, 那个男男啊, 吃饱了吗? 嗯, 我点头, 那你早点休息, 好的, 我应声后, 转而问道, 爸, 妈, 我睡哪儿? 睡, 我妈面露为难, 家里就两个房间, 一个是爸妈的, 一个陈圆圆在住, 我去跟圆圆说一声, 晚上, 你们挤一挤, 她走到陈圆圆的房间门口, 圆圆啊, 那个, 话还没说出口, 陈圆圆就扔出来一个枕头, 我不同意, 枕头砸在我妈的头上, 她却一点也不生气, 捡起枕头为难地看向我, 我思念了十年的妈妈, 在陈圆圆的面前, 卑微地不像样子, 不想让她为难, 我挤出一抹笑, 没事的妈妈, 我出去住就行了, 出去住多贵, 她下意识地回道, 我想说不需要她花钱, 可她接着说道, 哪有回家了还住外面的, 简单的一句话, 却让我的鼻头发酸, 是啊, 我回家了, 也许爸妈只是还没反应过来, 等他们缓过来, 就会跟我小时候那样对我好了, 我被安排在了杂物间, 只有几瓶的杂物间, 勉强地腾出了一个可以睡人的点, 我妈在地上铺了被子, 南南, 你先在这里将就一晚, 明天我再劝劝圆圆, 我妈满眼歉意, 我滴滴地应声, 嗯, 我理解她的不义, 可也有些委屈, 那原本是我的房间啊, 老旧的房子一点也不隔音, 躺在地上, 我能清楚地听到楼上阿公阿婆放电视的声音, 能听到隔壁楼炒菜做饭的声音, 能听到楼下的叔叔阿姨批评孩子做作业的声音, 还能听到爸妈又在哄尘圆圆的声音, 我裹紧了身上的被子, 十年来, 我每天都在期待着跟爸妈的重逢, 可此时, 我却觉得, 或许我不应该回来, 手机屏幕在此时亮起, 打开手机, 就见家庭群里, 我的养父养母艾特我, 问我回家的感觉怎么样, 开不开心, 开心, 我毫不犹豫地回到, 心里却忍不住发色, 那就好, 楠楠, 我刚才又往你银行卡里赚了几十万, 你尽管用, 拿去孝敬你爸妈也没关系, 无论如何, 不要委屈了自己, 看着养父母的话, 我眼中的泪彻底地绷不住了, 感动又心酸, 我抹了抹泪水, 努力地挤出一抹笑, 没事的, 即使亲生爸妈不爱我, 我也还有我的养父母, 他们爱我, 又跟养父养母聊了几句, 我点开家庭群里唯一一个没有说话的人的聊天界面, 发了一条消息, 哥,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决定要回到原生家庭的时候, 养父养母很不舍, 但是都表示理解, 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 记忆中的爸妈虽然没有钱, 但是他们很爱我, 这么多年找不到我, 他们肯定非常痛苦, 我得回去, 但是这里也是我的另一个家, 可我的养兄宁随不同意, 他扬言我要是回去, 就没他这个歌了, 可我还是走了, 发出去的消息石沉大海, 我的心也跟着沉入谷底, 我抱着手机睡去,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爸妈一人给陈元元装着包子和豆浆, 一人给他递书包, 叮嘱他, 路上慢点哈, 看到我, 三人脸上的笑容都收了收, 神情变得不自在, 就好像我是一个外来者, 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像是为了缓解尴尬, 我妈扯出一抹笑, 那个, 男男啊, 既然回来了, 不然就找个班上吧, 上班, 我先是疑惑, 而后很快地意识到, 他们觉得我被拐卖的这些年, 日子过得肯定很苦, 没条件上学, 可既然知道被拐卖的日子不好, 为什么从我回来, 就没有关心过我一句呢? 满脸委屈的, 我别了别嘴, 赌气般地开口, 我也要上学, 我告诉他们, 我也要去上学, 可他们直接曲解成了别的意思, 陈圆圆率先讽刺, 就你还想上学, 你知道我进云海高中, 花了多少钱吗? 你也配, 他满脸鄙夷, 爸妈也顿时沉了脸, 男男, 你以前没上过学, 要进云海肯定要花不少钱, 咱们家哪有那个条件, 你能不能懂点事, 我知道云海高中, 就在我读的凌晨高中附近, 各方面都比凌晨高中差了很大一截, 但是对于目前的家庭条件来说, 要承担云海的学费, 也很困难, 看着面前的爸妈, 我第一次感到陌生, 放在身侧的手紧了紧, 我看着爸妈, 反问道, 为什么陈圆圆可以, 我就不行, 文言, 爸妈面露心虚, 不过很快地, 这丝心虚就转变成了怒火, 陈楠楠, 你为什么要跟圆圆比呢? 她是你妹妹, 你就不能跟我们一样疼她, 爱她, 呵护她吗? 我爸愤怒地咆哮, 口水都喷了出来, 我妈也附和道, 就是, 你不在的这些年, 可是圆圆在家里陪着我们的, 你回来了也不知道心疼心疼我们, 指责的话, 驱散我内心谨慎的温度, 我艰难地扯了扯嘴角, 那我应该怎么心疼你们呢? 你呀, 就听爸妈的话, 去厂里上班, 现在进厂可吃香了, 加班加点的每个月能拿大几千, 到时候你能养活自己不说, 还能公圆圆读书, 明明还是同样的脸, 可记忆深处的爸妈对我只有满心满眼的疼爱, 眼前的爸妈的眼里只有精明的算计, 男男, 你听话, 爸妈也是为了你好, 就像是打了一巴掌, 又给一颗藻, 我妈拉着我的手, 意图劝我, 内心对父母的眷恋彻底地被打散, 我漠然地挣脱开她的手, 物质地打断她的话, 我现在在临晨高中读书, 临晨高中这四个字一出, 面前的三人顿时呆住了, 短暂地愣神后, 他们回过神来, 临晨高中, 那可是贵族学校, 惊讶过后, 爸妈第一次对我被拐卖的十年产生好奇, 难不成你被有钱人家收养了, 他们浑浊的眼中填满了贪欲, 我心生警惕, 摇头, 没有, 之前差点被人贩子打断腿, 逃出来后, 再有钱人家当佣人啊, 我说的是实话, 我虽然跟养父母喊爸妈, 但是并没有正式地被他们领养, 我的前面的话被他们字地忽略, 他们失落且鄙夷, 咱们是正经人家, 怎么能给人当庸人呢, 真是丢我们老陈家的脸, 陈圆圆吃着肉包子撇了撇嘴, 就是, 这要是传出去, 我都没脸去上学了, 说着, 他看着我的脸, 眼中生起极度的同时, 说出口的话也更加难听, 什么庸人, 我看是小情人吧, 这话不单单地是侮辱我, 还是侮辱我的养父母, 我怒视陈圆圆, 道歉, 被忽略, 被冷带, 被嘲讽我都不介意, 可是侮辱我的养父母和养兄, 不行, 陈圆圆还没反应过来, 爸妈已然开口, 对着我怒吼, 圆圆就是随口一说, 你兄他干什么, 你看你把他吓得, 就是,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懂事, 从前呵护着我的爸妈, 此时站在我的对立面, 把我当成敌人, 或许是已经麻木了, 我竟不觉得心痛了, 冷笑着扯了扯嘴角, 我越过他们下楼离开, 上课的时间快到了, 我得先去上学, 等放学后, 我就来这里收拾东西离开, 既然这个家不欢迎我, 那我就走, 今天的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 好不容易熬到放学, 这才发现, 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瓢泼大雨, 以前在宁家, 有司机接送我上学, 现在我得靠自己, 我蹭同学的伞 抵达公交站台, 身上还是不可避免地湿了一半, 一边搓着胳膊, 一边等公交车, 就见漫天雨雾中, 爸妈举着一把大大的伞, 一左一右地将陈圆圆护在中间, 生怕她淋一点雨, 寒风裹挟着雨滴直进心底, 我收回视线, 坐上公交车, 我回到家的时候, 爸妈跟陈圆圆早就到了, 一进屋, 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红糖浆水的味道, 沙发上, 爸妈正哄着陈圆圆喝红糖水, 听到动静, 他们看过来, 有些尴尬, 又很默契地装作没看到我, 我静止地走向杂物间, 准备拿东西走人, 却见我带回来的包拉链被打开, 里面的衣服, 饰品不知所终, 那都是我的养父母亲手给我收拾的东西, 木火瞬间上冲, 我走出去, 问道, 我东西呢, 质问的话, 让爸妈的脸上划过心虚, 陈圆圆就着我妈手里的勺子, 喝了一口红糖水, 漫不经心地开口, 没想到你一个下贱的佣人衣服, 首饰还都是名牌的, 我觉得那些东西更适合我, 就拿过来了, 她的话语里满是理所应当, 紧了紧拳, 我直接进她的房间找东西, 一进去, 我就看到了铺了满床的我的东西, 我准备收拾东西, 陈圆圆却冲了进来, 不准你动我的东西, 你的东西, 我给你脸了, 我一把将它推开, 没用多大力气, 她却直接摔倒在地, 啊, 的惨叫出声, 我还没反应过来, 我爸已然火急火了地 冲到我面前, 她一巴掌甩在了我脸上, 而后挡在陈圆圆面前, 对我愤怒咆哮道, 你给我滚, 脸上火辣辣地疼, 我看着面前对我只有恨的爸爸, 还有抱着陈圆圆心疼地掉眼泪的妈妈, 只觉得凄凉, 滚就滚, 艰难地扯了扯嘴角, 我将我的东西都塞进包里, 转身离开, 像是没想到我这么强硬, 我爸脸上的怒意更甚, 在我即将踏出门槛的时候, 她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陈楠楠, 你要是走了, 就永远别回来了, 冷笑了一声, 我加快了脚步, 雨依旧没停, 反而有越下越大的趋势, 我一头扎进雨里, 等看不到陈家的位置, 才停下脚步, 在关门的商铺的屋檐下躲雨, 寒意从身体的每个毛孔钻入四肢百骸, 只有肿胀的脸颊散发着着人的热议, 我拿出手机, 打算找个酒店先住着, 刚擦掉手机屏幕上的水珠, 就健养父母发来了消息, 南南, 今天下雨了, 注意保暖, 要不要爸爸妈妈给你系一些厚点的衣服过去, 钱不够了跟我们说, 我们给你转, 字字句句都是浓郁的关心, 在陈家被排挤, 被冷带, 被算计的时候, 我都没有哭, 但是此时, 泪水不受控地往外落, 我哭着回复爸妈的消息, 回复完了之后, 又忍不住点开跟养兄宁随的聊天窗口, 聊天记录还停留在昨天, 我一意孤行要回陈家, 他应该生气到不想理我了吧, 吸了吸鼻子, 我准备按返回见, 语音电话却在此时打了过来, 是宁随, 我立马按下接听见, 知错了吗, 他故作高冷的声音冰冷, 我听着却觉得暖洋洋的, 哥, 我错了, 压抑着的哽咽被他敏锐地听出, 你怎么了, 是不是受委屈了, 没没有, 我否认, 他却不信, 在开口时, 他的声音里染上了明显的怒意, 敢欺负我的人, 怕是不想活了, 等着, 我这就去给你撑腰, 说着他挂断电话, 怕他直接冲到陈家, 我连忙给他发了定位, 他来得很快, 怎么淋这么多雨, 他脱下外套披在我身上, 紧接着, 看到了我红肿的脸颊, 他的俊脸上顿时赋满森然的含义, 走, 我这就去帮你算账, 哥, 别去, 我站在原地不动, 这一巴掌, 就当我还陈家人的声誉之恩了, 不行, 伤了你, 必须付出代价, 他固执地要去找陈家人, 我只能拉着他的手, 哭着哀求, 哥, 求你, 他向来对我百依百顺, 果不其然, 这一次对上我含泪的眼, 他还是妥协了, 叹了口气, 他拉住我的手, 走吧, 咱们回家, 看到我回来, 宁家爸妈先是惊喜, 而后勃然大怒, 我们捧在手心里的公主, 竟然被人这么对待, 真是不知死活, 心心念念了十年, 我终于回到陈家, 原本就这样回到宁家, 我还有些难堪, 可此时, 看着关心我的爸妈和哥哥, 不多的难堪被温暖掩埋, 他们怒气冲冲, 也想帮我去找场子, 被我拦住了, 爸、妈、哥, 这一巴掌就当买断陈家人的亲情了, 从今以后, 我指认你们, 我的语气坚定, 爸妈和哥哥都红了眼眶, 好,好, 宁随帮我请了几天假, 等我脸上基本消肿了, 才又去的学校, 他亲自开车送我, 等红绿灯的时候, 我忽然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注视, 转过头, 就对上了陈元圆满是极度的眼, 一下公交车, 陈元圆就往我这边跑来, 边跑还边喊, 哎哟, 这不是我那便衣姐姐吗, 我已经决定不再跟陈家人接触, 此时, 面对陈元圆的靠近, 我只觉得头皮发麻, 绿灯已然亮起, 宁随却没急着开车, 不过几夕, 陈元圆就跑到了近前, 她的手伸进车窗想要扒拉我, 却在此时, 宁随忽然发动车子, 车子如箭矢一般地冲了出去, 没有防备的陈元圆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看着后视镜里她狼狈的样子, 我只觉得无比痛快, 盘旋在心里多年的牵挂被了却, 学习起来, 我比以前更加专注和认真, 只是这天放学的时候, 我刚走出校门, 就被陈爸、陈妈拦住了, 迎面而来的是不由分说的指责, 你也真是的, 竟然说不回家就不回家, 我冷冷地提醒, 是你们让我滚的, 我们是你父母, 父母管教孩子是正常的, 都是为了你好, 难不成因为我们管教你, 你就跟我们怄气, 现在你们不是我父母了, 我的话让陈爸、 陈妈一顿, 转儿, 陈妈道, 别闹, 我没闹, 不想跟他们浪费时间, 索性我开门见山, 你们来找我, 有什么目的, 怎么说话呢? 什么目的不目的, 陈妈不赞同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接着说道, 圆圆是你妹妹, 她喜欢你的东西, 你让给她又怎么了? 现在你把东西拿走了, 她气得在家吃不下饭, 你就把东西还给她, 再给她道个歉, 啊, 呵, 果然, 还好我对他们早就不抱有任何期待, 他们的行为已经伤害不到我了,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 他们能有多无耻, 所以我顺着他们的话问道, 我给她道歉了, 然后呢, 然后你就回家, 临城高中学费太贵了, 咱家负担不起, 你就听爸妈的话, 去厂里上班, 挣钱给家里减轻负担, 我推开陈妈的手, 冷声道, 合着你们就想要个免费保姆啊, 可惜, 我不会上这个档, 我越过他们准备离开, 陈爸气得再次仰起了手, 有本事你打呀, 我对着他抬起下巴, 学校门口就有摄像头, 只要你敢打, 我就敢报警, 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 你为了养女, 要打死自己的亲生女儿, 记忆中, 陈爸很爱面子, 我很小的时候, 他跟陈妈经常因为这个吵架, 听了我的话, 陈爸面色大变, 贱蹄子, 你竟敢威胁我, 他恨恨地磨了磨牙, 你以为不打你, 我就没有办法教训你了吗, 既然你不听话,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说着, 他给陈妈了一个眼神, 陈妈会议, 他怒拍大腿, 开口时, 他的声音尖利, 带着难听的哭号, 你这个不孝女啊, 就算咱们家里穷, 给你了你富贵的生活, 你也不能自甘堕落, 不知廉耻地去给人当情人啊, 说这话时, 他满眼的恨铁不成钢, 略微一思索, 我就明白了他们的目的, 他们以为我给人当庸人, 在学校肯定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的庸人身份, 所以便造谣, 抹黑我, 以此来毁掉我, 达到我给退学给他们挣钱的目的, 宛如被毒蛇缠住, 含义裹挟得我快要喘不过气, 即使他们偏心沉圆圆, 可我原以为, 对我, 他们多少顾念一点血缘亲情, 可原来, 当人坏起来, 是没有底线的, 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里的不平静, 我对着陈爸, 陈妈默然地开口, 哪来得奇葩, 为了额钱, 还真是不择手段, 他们会演, 我也会, 几乎在我话音落地的下一秒, 围观的一些同学们开始为我发声, 南南可是宁家的掌上明珠, 怎么可能有你们这样的父母, 就是, 这学校都是南南, 爸妈捐见的, 还什么当情人, 现在的人, 额钱都不做背景调查吗, 预料中的, 我被人骂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陈爸, 陈妈猛了, 什么掌上明珠, 你不是庸人吗, 我笑了, 正式地介绍一下, 我是宁家的千金, 宁楠楠, 他们顿时呆住了, 不可置信地楠楠着, 千千金, 没搭理他们的木凳口呆, 我抬脚离开, 我没走出几步, 就看到迎面跑来的凝随,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吧, 放心吧, 哥, 我没事, 刚被拐卖那几年, 我什么苦没吃过, 后来被收养, 我心存感激, 无比乖巧, 可我从来都不是被人欺负, 忍气吞声的人, 见我真的没事, 他这才松了口气, 而后冷谋扫向学校门口的保安, 把这两个闹事的人赶走, 陈爸, 陈妈面色灰败地被保安们推走, 我则坐上车, 跟宁随一起回家, 一连三天, 宁随都接送我上学, 我好说歹说, 他才同意跟以前一样, 由司机送我, 也不知道陈爸, 陈妈是不是在暗处盯着宁随的动向, 这天我一下车, 他们就跑了过来, 不同于之前的威逼利诱, 现在他们打起了亲情牌, 难难, 还没吃早饭吧, 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肉包子, 妈妈亲手做的, 快吃, 怎么穿这么少, 冻着了怎么办, 你不知道你被拐卖的这些日子, 我跟你爸是怎么过的, 咱们是一家人,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你别生爸妈气了好不好, 他们絮絮叨叨着, 仿佛真的是一对无比爱孩子的父母, 可我清楚地知道, 现在他们爱的是陈圆圆, 他们表现出的爱的确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 可现在我不需要了, 对于他们的示好, 我置之不理, 不过坚持了几天, 他们就坚持不住了, 没再出现在我眼前, 周末, 我跟以前一样跟闺蜜逛街, 在奢侈品店, 竟然看到了陈圆圆, 圆圆, 咱们又没钱, 来这里干什么, 说话的应该是陈圆圆的同学, 看看又不犯法, 她看着一件连衣裙, 面露痴迷, 我之前带回陈家的衣服里面, 就有一件同款, 被陈圆圆抢走, 我又抢了回来, 可是可是我总觉得, 服务员看我们的眼神带着笔衣, 一个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等我发财了, 直接把这个店都买下来, 陈圆圆说着, 忽然看到了我, 顿时, 她的眼前一亮, 就像是一只狗, 遇到了香波波一样, 她飞奔过来, 不同于之前那样充满敌意, 此时, 她看我的眼神, 要多热切, 有多热切, 姐, 我看中了几个包包, 你买给我好不好, 我挑了挑眉, 哪几个, 这个, 这个还有这个, 她随手一指, 好家伙, 全都是最昂贵的款式, 几个包包下来大几十万, 勾了勾唇, 我道, 好, 你尽管选, 我来买单, 说着, 我递给服务员一张卡, 好嘞, 谢谢姐, 说着, 她就继续挑选, 而我跟闺蜜默契地对视了一眼, 出了服装店, 我们坐在不远处观察, 半个小时后, 挑累的陈圆圆拿着大包小包准备离开, 被服务员拦下, 抱歉, 小姐, 这些东西还没付款, 您不能带走, 陈圆圆立马反驳, 陈楠楠那个蠢蛋不是留的有卡吗, 刷呀, 喝, 当面叫姐姐, 背面叫蠢蛋, 陈圆圆真当我傻呢, 可宁小姐没留密码, 服务员耐心地解释, 陈圆圆却不听, 我看你们这些服务员就是想摊了我的包, 我不管, 今天我就要带着我的包离开, 她说着就往外面冲, 我跟闺蜜一边吃甜品, 一边看戏, 等到吃得差不多了, 闹剧要收场了, 还是警方出面, 差点把陈圆圆带走, 她才消停, 陈爸, 陈妈又来找我了, 知道是好没用, 这一次, 他们直奔主题, 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 生了你, 还养了你六年, 你被拐卖后, 还花了很多钱找你, 现在你不认我们了, 总要给钱补偿我们吧, 喝, 用血缘关系绑架的奇葩父母, 我还是第一次见, 你们想要多少, 五十万, 没有, 我纯粹是好奇, 根本没打算给, 我可是了解过了, 我被拐卖的童年, 他们就收养了陈圆圆, 也就是说, 我被他们弄丢后, 他们没有难过多久, 就把爱都转移到陈圆圆身上了, 不给我们就天天缠着你, 你们敢缠着试试啊, 保镖适时地上前, 将他们挡开, 他们顿时缩着脖子灰溜溜地离开, 保镖是宁随给我安排的, 他料事如神, 知道陈家人的幺蛾子肯定不会少, 因为有保镖, 所以接下来陈爸, 陈妈还有陈圆圆没有办法再靠近我, 不过一连几天, 我都看到陈圆圆背着一个入门级的老家包包, 在临城高中附近晃悠, 索性, 我让司机把车停在他面前, 一看到我, 他立马拿起包包炫耀, 陈楠楠, 你看, 这是爸妈刚给我买的包, 他很懂得杀人诛心, 一万多的包包对于陈家来说, 已经很昂贵了, 陈爸, 陈妈会给他买, 说明是真的宠他, 要是刚回陈家的, 我肯定会因此难过, 但是现在, 我不会, 我问陈圆圆, 所以呢, 你在炫耀, 我不应该炫耀吗? 我得到了你的房间, 你的爸妈, 你的一切, 文言, 我笑了, 那你觉得我应该羡慕你什么? 我的养父母同样很爱我, 我身上的随便一个配件, 都比你要死要活要来的包包要贵, 所以, 我应该羡慕你穷吗? 我的话出口, 陈圆圆直接被气哭了, 我很少炫富, 但是此时觉得, 炫富可真爽啊, 我没想到回到家, 还能看到不想看到的人, 陈爸, 陈妈站在宁家别墅的客厅里, 神情拘谨, 又满脸艳羡, 他们畏畏缩缩地开口, 我们生下难难不容易, 你们把他抢走, 总得给我们补偿吧, 明明就是他们偏心, 我才离开的, 爸妈显然不想跟他们多说, 只问他们要多少, 没成想他们坐地起家, 两百万, 你们这么有钱, 两百万应该不会给不起吧, 我气得不行, 冲进去要跟他们理论, 太过激动, 以至于碰到了架子上的花瓶, 啪, 花瓶应声倒地, 陈爸, 陈妈和我的养父母同时动了, 真是败家玩意儿, 这个花瓶看着就很贵, 臣妇指责我, 爸妈和哥哥却同时围在我身边, 有没有伤到, 怎么这么不小心, 管家, 安排下去, 门口的架子太多鱼了, 拆了吧, 养父母和养兄, 对我的疼爱, 跟陈爸, 陈妈的斥责, 形成鲜明对比, 他们对我越好, 陈爸, 陈妈的神情就越是难堪, 我没事, 对着爸妈和哥哥安抚的摇头后, 我看向陈爸, 陈妈, 要钱没有,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死没良心的, 那你跟我们回去, 陈爸一脸凶相, 陈妈不知怎地, 看着养母拉着我的手, 正正地出神, 我还想对, 爸妈已然安抚地拍了拍手, 宁随也走上前, 拍了拍头, 这件事情交给我们, 乖, 她的毛子里, 有着安抚人心的力量, 我心里的躁动不安瞬间被抹平, 宁随严谨一概, 最多五十万, 要救药, 不要救滚, 陈爸, 陈妈不一, 要闹堂, 没给他们撒泼打滚的机会, 宁随一个眼神, 保安们立马上前, 驾着他们往外走去, 怕啥都捞不着的陈爸, 陈妈连忙说, 五十万就五十万, 管家将五十万现金递过去的时候, 养母提醒道, 这五十万你们一旦收下了, 男男就彻底地跟你们没关系了, 好的好的, 陈爸连连点头, 倒是陈妈面容晦涩, 她看着我欲言又止, 可到底什么都没说, 跟着陈爸离开,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 他们最好言而有信, 只要这一次钱, 不然宁家家大业大, 也不是谁说讹就能讹的, 本以为有了这笔钱, 他们就能知足, 可没想到, 陈媛媛竟然打宁随的主意, 宁家少爷在什么大学读书, 这点并不难知道, 我跟宁随约好了晚上, 一起去外面吃饭, 司机把我送到他大学门口的时候, 我正好看到陈媛媛站在宁随的面前搔手弄姿, 他的打扮跟以前截然不同, 身上的衣服提升了一个大档次, 很明显地是那五十万起了作用, 此时他含羞待怯地站在宁随的面前, 随哥哥, 他的话一出口, 宁随就冷冷道, 滚, 陈媛媛正了正, 不甘心地想要继续开口, 宁随已然抬起了拳头, 别逼我打你, 他的拳头捏得咯咯咯咯直响, 陈媛媛到底是怕了, 惨白着脸不敢吭声, 在此时, 他犹疑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意识到我围观了他勾搭宁随的过程, 他的脸顿时绿了, 见人他张嘴就想骂我, 宁随直接一脚踹在了他腿上, 啊, 他惨叫一声, 坐在地上, 宁随定定地看着他, 警告道, 再敢说他一句, 我就让你再也站不起来, 文言, 陈媛媛浑身打了一个哆嗦, 他不敢再骂我, 却还是不甘心, 他就是个讨厌鬼, 连他亲生爸妈都不要他, 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 因为他值得, 置地有声的话砸在我心里, 让我的心头一震, 宁随对我很好, 但是他不是一个擅长用言语表达情感的人, 更多时候他用的是行动, 不过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说喜欢我, 我跟他的初遇是我被拐卖的第五年, 被拐卖后, 我先是被人贩子卖给了一户人家, 那家人有自己的亲生孩子后, 又把我遗弃, 再加上我始终惦记着要回家, 所以我兜兜转转, 换了几个城市, 最后又流落到孤儿院, 遇到了离家出走的宁随, 高傲自负的少年跟父母吵架后离家出走, 是要自己闯出一片天, 可是他到底年幼, 经历了被人吭骗, 被人偷走身上紧剩的钱, 还被人打骂, 但是他依旧不愿意回去跟父母求和,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他的, 他浑身伤痕累累, 又捂着肚子乐得咕咕叫的样子太可怜了, 我便把自己的晚餐一个冷冰冰的馒头递给他, 他却浑身暴力, 直接把我的馒头丢进了臭水沟, 我看着我的晚餐, 哭了, 他反而哭了, 说等他以后挣钱了会赔给我, 然后他就跟着我, 我回孤儿院, 他就住在孤儿院外面的一个破房子里, 从那以后, 每天我都会偷偷地留下一点吃不完的饭带给他, 等他身体恢复后, 找到了一份灵工, 工资不高, 却反而能反过来给我买好吃的, 我们就这样相处了两个月, 一天, 宁随忽然消失了, 没过多久, 宁爸, 宁妈找了过来, 说宁随原本有严重的心理病, 原本状态好转, 他们找到他, 把他接回去之后, 他的心理病又严重了, 想让我去帮帮他, 我自然很乐意, 在宁家能吃饱穿暖, 每天都很开心, 等宁随的状态好起来, 我打算离开的时候, 宁随却开口让我留下, 宁家爸妈问原因, 她说, 因为喜欢, 从那时起, 我就成了宁家的一员, 我们吃完夜宵后回家, 家门口正好跟散步回来的爸妈碰上, 一家人正其乐融融, 准备进门的时候, 却看到了蹲在不远处的陈圆圆, 像是怕我们直接让人把她丢走, 一看到我爸妈, 她就开口说道, 你们把陈楠楠当作亲生女儿, 但是她却想当你们儿媳妇, 你们不知道吧, 她跟宁随在谈恋爱, 她的话出口, 爸妈跟宁随都顿住了, 我的心也漏跳了一拍, 我没有跟宁随谈恋爱, 却又不知为何, 有些心虚, 怕爸妈生气, 我连忙出声解释, 爸, 妈, 我, 解释的话没来得及说出口, 爸妈已然回过神, 真的, 你们真的在一起了, 妈妈的眼中满满, 都是惊喜, 我有些猛, 没, 没给我开口的机会, 她已经乐得拍着宁随的肩膀, 好小子, 厉害呀, 爸爸也附和道, 原本还担心南南真的把你当成哥哥了, 现在我就放心了, 我妈看向我, 解释道, 当初我们要给你办收养证的时候, 阿随死活不同意, 没办法, 我们只能把你挂在朋友的名下, 等了这么多年, 阿随终于得偿所愿咯, 听着爸妈的话, 陈圆圆极度到面容扭曲, 我则猛逼地看向宁随, 当初她不同意她爸妈收养我, 我还以为她不接受我成为她的家人, 小小地难过了一下, 却没想到, 从那时候起她就, 想着, 我脸颊不受控地升温, 感受到我的注视, 她看了过来, 跟我视线相接的时候, 又不自在地转过头, 指耳间泛红, 陈爸, 陈妈又来了, 在陈圆圆追求名牌的前提下, 五十万根本不够用, 这一次, 他们又要五十万, 并且保证是最后一次, 爸妈没有再惯着他们, 直接报警, 并且把他们为了养女逼走亲生女儿的事情, 透露给他们工作的公司, 两人都失业了, 得到教训的两人, 再也不敢来宁家闹了, 我的生活重新归于平静, 每天学校生活两点一线, 高中的学习很繁重, 沉浸在学习中的, 我几乎每天, 一吃完饭就上楼学习, 这天, 吃完饭后, 爸妈却换住了我, 男男, 他们欲言又止, 我有不好的预感, 怎么了, 陈家出事了, 陈圆圆就跟入魔了一样, 天天想着奢侈品, 逼着他爸妈给他买, 一开始两人还有钱, 后来存款霍霍得差不多了之后, 两人也没钱给他买了, 然后妈妈顿了顿, 不忍再说下去, 还是爸爸接着说道, 陈圆圆知道他爸妈买的有保险, 就在一次过马路的时候, 把他妈推进了车流里, 生死不知, 即使早就决定跟陈家人断绝关系, 但是我的心还是跟着颤了颤, 你别急, 我们陪你去医院看他, 说着, 他们就要带我出门, 看着面前面容紧张的三人, 眼中的泪水, 还是不可遏制地落下, 我明明不应该去的, 我明明已经跟他们断绝关系了, 可我还是去了, 医院里, 陈爸报了警, 警方带走陈圆圆的时候, 他崩溃了, 对着陈爸歇斯底里地喊着, 你们就是蠢蛋, 你们该死, 自己的女儿不疼疼我, 你们活该, 一瞬间, 他像是老了几岁一般, 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抢救式的门也在此时打开, 被护士们推出来的陈妈, 泪流满面地看着我, 她没死, 断了一条腿, 身体还没有从麻醉状态中, 缓过来的她无法动弹, 看着我的眼中满是愧疚, 可这愧疚我不需要, 努力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学习之余, 我会时不时地看到躲在不远处的陈爸, 陈妈的身影, 更多的时候是陈妈一个人, 她拄着拐杖, 远远地看着我, 我都视而不见, 高考完那天, 爸妈和宁随都在考场外面等着我, 她们什么都没说, 只递给我一束艳丽的鲜花, 告诉我, 我是最棒的, 收下鲜花后, 我环顾四周, 果然又在一棵大树后面发现了陈妈的身影, 跟爸妈和宁随打了个招呼后, 我走了过去, 男男见我走过来, 她激动不已, 对不起男男, 以前我是被猪油蒙了心, 我, 哭声让我听不清楚她后面的话语, 可我知道, 她在跟我道歉, 想跟我和好, 但我对着她冷然地开口, 如果你真的希望我好的话, 就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眼前, 伤害已然造成, 我不需要鳄鱼的眼泪, 回去的路上, 爸爸开着车, 妈妈跟着音乐唱歌, 我跟宁随坐在后排, 她骨节分明地手扣住我的, 紧紧地, 我看着后视镜里, 逐渐地远去的陈妈的身影, 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了, 接下来的人生旅程里, 我会有很多的爱, 也会有无比灿烂的未来, 大家都会在臨海shelf,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